张华大村乡 22号举办乡长的证件发表会 候选人赖志明在发表证件时 台下突然出现了一名妇人 她捧着王夫的遗照就坐在台下聆听 让现场的民众觉得毛毛的 赖志明很不满 认为是对手阵营刻意的安排 将对乡公所以及妇人提告 对此呢 大村乡长喊员说不清楚 妇人为什么要拿遗照来证件会 不过知道她跟赖志明是有债务商的纠纷 由于妇人并没有干扰秩序 所以没有去理 白妇人彭罪先生的遗照坐在台下 但参加了不是追思会 而是张华大村乡长证件发表会 气氛变得树木 让现场民众都觉得毛毛的 对手她说她现在感觉毛毛的 我觉得人在做天在看 我心中无愧 当时在台上发表证件的 正式候选人赖志明 赖志明不满 认为妇人的行为故意唱衰 意图使人不当选 认为是对手阵营安排的桥段 决定对相公所和妇人提告 候选人喊告大村乡长喊冤 表示知道妇人和赖志明 有在务纠纷 但不清楚为何要拿遗照来证件会 大村上选举今年由现任乡长的妻子 徐美生对上乡名代表赖志明 徐美生上个月底才因为脸书贴文 大动作到地检署提告前乡长抹黑 这回反被指控搞小动作 大村上选举二抢一 选得激烈浓浓烟消味 接待人贸张话 下一次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